照顾失智症的父母亲 再加上自身患有犹豫症 常年无法好好打扫家里 慈激志工不舍 动员社区人力前往协助 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一个 很全新的一个生活环境 然后我觉得是可以重启 他一个生命的一个希望 也走向一个更光明的一个 一条路 除了志工以外 慈激大学 慈大附中 和花莲高商的学生 也加入了清扫行列 爱心不多人后 刷那个沙窗 还要刷那个窗户 还有刷一些柜子 做得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 少家里都没有这么认真 谢谢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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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你 大家把洪女士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打扫 原本张望昏暗的厨房 终于恢复干净 洪女士也感动得洪的眼眶 很感谢师兄师姐的女帮忙 要帮的话我们两个 我们三个人的话 还可以把我儿子 这么这么专举的那个人 就是这样 所以说很谢谢大家 在志工与学生们的热心帮助下 房子终于恢复明亮整洁 希望能让黄女士 重拾勇气 迎接人生未来的挑战 大家新闻这场美志工 范璃昭花莲报导 至于这份帮助 得搭飞机转搭船才到得了